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怎么着 走吧 那就不是喝酒 根本就是酗酒 就是爷们儿也扛不住这么喝呀 我啊 这说话也没什么威力 和和云良也想过办法 根本就没有用 我们这也不能天天这么跟着他 他只要一天不离开三农会 这样的日子他就改不了 好 那您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 要不舅舅您走一趟 我不进日本人的地方 您就 您看这 这规矩都是死的 人是活的 对于墨玉来说 您现在可是他最后的一个长辈了 您说的话他还能不听 这说我们现在说的事 这都可是救人的大事 您不能再让他这么破罐子破摔下去了 三舅舅 为了救人的大义 您违背自己誓言的小节 咱就破了吧 您别忘了 您和陈伯大陈氏叔呢 可是过命的交情 咱就此道是为了陈家 为了陈老爷子在天之灵 废话多 这里边谁大谁小 我分得清 好久 来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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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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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来这儿干吗呀 走 在这儿干吗呀 珊珊 去把衣服换换 您怎么上这儿来了 你德林哥哥 说你在这儿玩得不像样子 十四一夜来看过你 回家之叹气 别在这儿住了 该回家了 这儿不是我们的地方 再说 中国人 现在也不是玩乐的时候 去收拾一下东西 跟我回家 舅舅跟你说话呢 你倒言一声啊 我不走 我回不去家了 我闯了天大的祸 我没有资格回家 爸爸的家是个清洁的家 我不配在那儿生活 不管我是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自己做过些什么 你们不用劝我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 所作所为承担责任 我从小就明白这个道理 从很小 很小 已经发生的事情 是不可能改变的 说不在乎 说没什么影响 都是谎话 不在乎 在那儿 我每分钟都会活在痛苦里 无处不是爸爸 无处不是清狱 他们的死都跟我有关系 我放不下 我谁都放不下 我没分快乐 甚至没分平静 没有别的选择 我可能是脆弱 但当我害了那么多 罪亲自爱的人以后 我真的坚强不起来了 我只能这样 醉生梦死地活着 我知道你心里苦 可孩子啊 人不能这么活着呀 死不行 自私 活得很苦 还活得不对 你饶了我吧 你饶了我吧 别看我 别管我 就当我已经死了 这很好 人来人往 有酒 可以跳舞 对我这样的人来说 算是进天堂了 算是进天堂了 可你不看看 你这是什么地方 你都跟什么人 私混在一起 难道你爸爸说的话 你都忘了吗 爸爸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他的话 还有什么意义吗 你说什么 这 这 酒酒 酒酒 你都说什么呢 梦义 好好好 酒酒 好好好 既然如此 从今往后 你就自生自灭 你我 两不相干 酒酒 那 那边酒酒 等你 走 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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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有点事 我先走了 酒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把他气走了 他让我跟他回家这不可能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游戏要回来了 游戏要回来了 有没有兴趣去看星星 就我们俩 当然 什么时间 现在就走 死亡的原因是溺水 但头部有明显的顿气气伤的痕迹 应该是被人打滚后丢下水 造成溺水死亡的 这是直接的袭击行动 可以认定不是意外 这是对帝国权威赤裸裸的挑战 不过 这个小岛的耐力 也令人他是我的人 他的事情 是机密 是机密 再一次的成功 让墨玉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复仇计划 他终于有机会洗刷自己的罪孽 三条人命债 他们已经偿还了两条 只要能再干掉一个 即便最后被发现 被砍头 他也可以不再羞愧地 笑着来到爸爸和二姐的身边了 大嫂除 要让这些抵抗分子都付出代价 牵一个枪毙的命令 让所有的人都紧张起来 这不仅是消灭抵抗分子 还是帝国对所有人的警告 是帝国的威严 还有 我们可以借助这次行动 把我们的人送出去 在他们的组织里 圣根 开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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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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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你的股票都断了 这方混蛋 下周也太狠了 你们去找点东西 我帮他固定一下 日本人的搜捕很疯狂 抓捕面太大 很多鞋商都是无辜的 我们的通知损失很大 有人暴露了吗 从抓捕方式看 不是 应该就是为了制造恐怖气氛 有不少骨干分子 被裹挟着带走了 短期内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时间一长就难说了 一定抓紧时间迎接 喝完水吧 你是怎么进来的呀 他们说我有反人言论 那你说了吗 我是东北人 就是不愿意做亡国奴 我才跑到了北平 我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可以是做事反人言论吧 你叫什么呀 探天 有个新线索 小岛在出事前 曾经给他的同伴留过话 说是要出去约会一个中国女子 说是要出去约会一个中国女子 中国女子 还有什么 从语气上判断 这个中国女人应该是新认识的 但是现在无法证明 就是在约会这个中国女人的时候 遭遇了不幸 你也没有找到这个女人的身份 这女人的名字是全模一 我自己是这女人 她是在约会的身份 她是在约会上的身份 她是在约会上的身份 接近 知道了 好, 小心點 小心 小心點 谢谢 谢谢 松田军在哪里高军啊 石井山业跌所 我在大学里头学的这个行业 小姐 您对这个行业了解吗 不了解 不过家父做过这方面的生意 那他是 他过世了 对不起 目前是这样 他知道了我的身份之后也是 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所有的表现都是很正常的 既然他没有行动 那我们就 主动找些机会给他 你放心 在你的身边 一直都会有人保护你的 抓了都没边了 不光抓还打 什么都审不出来 就往耗子里扔 都是因为那天死的那个小岛 其实他妈的就是个特务 这他们就疯了 说什么抗日组织活动猖獗 狗屁 咱们杀了他们一个 他们就得弄咱们所有的人 什么东西 有抓就有放 这里边可是藏着商机呢 外边等着捞人的 捧着钱可都找不着妙门 这个当口咱们赚这个钱 等于是铜马蜂窝呀 这耗子里边不是已经成不下了吗 得换地儿成 这中间啊 少那么几个人 他们怎么还熟熟啊 再说 咱们不玩那悬的 咱就找那保险的 什么这个走道的 过路的 不相干的 抓错了的 什么廊坊 济县 三合 地主乡身家的孩子 你就借他几个胆 他敢跟日本人扎刺 这儿 停一下 走吧 今天晚餐的时候 陈墨玉跟我说过 以后可以和我单独约会 我们明天晚上 一起去看电影 陈墨玉的表现怎么样 很重要 对我表现出的 愿意和她交往的意愿 也没有太感触 她说她在台湾长大 所以本来就对日本人 很亲切 还说她的姐夫 也就是您 是个日本人 是这样吗 那么那个陈墨玉应该 宋铁军 不要忘了你的工作职责 我们的工作 就是以冷静和清醒为第一原则 不要忘做判断 我正要出去了 我有话问你 我有话问你 宋田是怎么回事 宋田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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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离开三通会啊 为什么不肯回家 不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因为在三通会里 可以接触很多日本人 对不对 好像你对野铁锁的人 也很感兴趣 和宋田接触 不因为他是野铁锁的人吧 听不懂 小岛 是怎么死的 你问我 我怎么会知道啊 田村是和你喝过酒以后 失足摔死的 小岛也是和你打得火热之后 意外死亡 你这样说话要有证据 你这样说话 可能会害死人的 你看着 我告诉你 别以为这里没有人看见 你们在一起喝过酒 这是这里所有人都在意的 我看到过 我三舅舅也看到过 这件事情 早就应该被人提出来过吧 可是有人问过你吗 这太不正常了 你是不是觉得没有人怀疑你 怀疑什么 怀疑你和他们的死有关系 我没觉得有人这么想 没有人问过我 就是证明我没有嫌疑 不是也没有人问过你吗 那证明你也受到怀疑了 莫名其妙 跟我喝过酒的人多了 碰巧有几个意外了 怎么样 有人这么想才是疯了呢 他们就是疯了 你看看 因为那几个日本人的死 他们抓了多少人 他们为什么不都抓你一个呀 为什么 对你连最骑马的询问都没有 这不相干的事还有完没完 我还有事呢 是不是和宋田约会 我跟神约会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是我什么人 我要走了 好 你待在这儿 我走 田村和小岛 都是在夜色里面丧的命 现在天马上就要黑了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嵩田的性命 如果明天早上 我在报纸上看到 嵩田行事某处的新闻 到那个时候 不光是你 我们大家的麻烦就都来了 地上 他在和宋田拍摄 对他 还想参照 sell доп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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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個怪物 那邊 美女 我請你 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六点十一分 马上赶回三档会 记住 让越多的人看见你越好 那你呢 快走吧 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见你越好 好 要来 你感觉万满 可以 你怎么啦 你怎么啦 打走 你都出了 怎么会突然间这样 老毛病了 不要告诉冷遇 这么严重 我必须告诉她 随便你吧 有什么特效药吗 我去买 没有药 遗传病 我妈妈就死在胃病上 将来我也是 你 怎么了 怎么看起来这么狼狈 耳环就剩下一只了 好好休息 多喝点水吧 我怎么听说这胃病犯了 喝了那么多久 就是铁胃也受不了 我给她摆些药去 坏了 我的耳环掉了 我们得去找 我见到了 你以前闹过胃病吗 我妈妈有胃病 姐妹里就我遗传了 就这么说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你从三通会出来 本来是要去看电影的 走在半路上 忽然卫病发作了 就想去凤莱老殿 喝一碗热馄饨 结果在那儿坐了很久 还不见好 后来你就回到了三通会 凤莱老殿 记住了 凤莱老殿伙计不在 只有掌柜的在 掌柜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红脸汤 带眼睛 中等个儿 微胖 她对你一直很好 作为大蟹 你留下了一支耳环 她的样子实在太吓人了 你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 妈妈以前就是这个样子 三三的胃病是遗传的 她不单长相和妈妈 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就连胃疼的样子都一模一样 不过她好久没有发作了 我都以为她好了 多桑 您在说什么 您再说清楚一点 喝水 好 你等一下 爸 来 喝水 来 喝水 再喝它 冬三 冬三 我被发现了吗 需要逃跑吗 还是应该去自首 别慌 应该是没有什么破绽 现在是七点十分 你几点回到三同会 我看过表了 是六点三十五分 也就是说四分钟之前 松田遭遇如实抢劫 意外身亡 行了 至少目前看你是安全的 但是 危险并没有过去 如果从今天晚上到明天 没有人来找你调查 就说明 松田没有什么特殊身份 如果发现尸体以后 立刻有警察找到你 就说明 松田是他们派出来 专门针对你的 什么意思 专门针对我的 有 你想想看 你和松田接触 有多少人知情 你们单独约会 最多也就两三次 在发现尸体以后 迅速把嫌疑人 归到你的身上 就说明 他们早就对你投入了关注 你的一举一动 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这怎么可能啊 你知道 小岛是特务吗 特务 小岛不仅有日本某 注释会社秘书的身份 他同时还有日本军部的身份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死 被认为是北平地下组织 活动积极的证明 他的死 必然引起了日本特务机关的 高度重视 日本人在北平的特务机关 几乎可以控制 所有的警察和宪兵 你知道 你捅了多大的一个马蜂蜂 从现场来看 应该属于盗窃杀人 死亡时间应该在 七点五分左右 就酒屋的伙计反映了 六点十分左右 他还来给他送过餐 那时他还好好的再换衣服 谁啊 摩宇 是我 摩宇 是我 来了 案发现场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请问你是陈小姐吗 是 我们有些事要调查一下 等一下可以吗 我换件衣服 好的 如果警察真的来调查我的话 我应该怎么回答他们 就按你跟我说的说 三同会是北平城里 日本最大的俱乐部 是想要出门玩乐的日本人的第一选择 你沉默于每天在这里喝酒 跳舞 我每天晚上在这里喝酒跳舞 说起来也有一段日子了 这儿每天往来的日本人 和我喝过酒的很多 大家就是图个开心 说知道名字的也好 不知道名字的也罢 说不上逢场作戏吧 但走了也就两两相忘了 听到他们意外 我也很感叹 可不是所有人都意外了吧 每天街上车祸死 打劫死 这样的消息不是很多吗 这有什么不同呢 说不定哪天就轮到我 酗酒死 请问秦小姐 你是几点能回答三同会的 记不清楚了 天太黑了 我倒是胃疼 没有注意时间 谁能记清楚所有的时间 我现在随便问你个时间 你也能回答得出来吗 陈茂毓小姐大概六点半钟 就回到了三同会 我们三同会大堂的员工 都可以作证 你也想不打破 那我们四周十二的选择 Ihnen是几千万人 心情出品 还有蝶兰 可以看到你 随风去 只漏向空空的心 让它慢慢忘记恶情 我的背影 像豪鸟飞过的痕迹 我触迷 只剩下残着的情 让生命去回答所有迷居 我双双 像人沦沦 忘不了你 生死相依 看过的你 看过的你 如今荒叶 我双双 泪雨漠漠 生不犹豫 且愿回忌 我和你 恨夸的你 都只有你 看过的花里 像心中泛起的涟漪 随风去 只漏向空空的心 让它慢慢忘记恶情 让它慢慢忘记恶情 我的背影 像豪鸟飞过的痕迹 我触迷 只剩下残着的情 让生命去回答所有迷居 我双双双 像人沦沦 忘不了你 生死相依 看过的你 看过的你 都是幻灭 你为重重 泪雨漫漠 上不犹步有停 且愿回忌 恨夸的你 看过的你 都成梦里 我伸手相依隆隆 忘不了你 生死相依 恨过的你 恨过的你 都成幻灭 别我伸手相依隆隆 忘不了你 生死相依 恨过的你 恨过的你 都成梦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